FM2200 宜無社區公共電台 FM2200宜無社區公共電台 FM2200宜無社區公共電台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台灣現在這個底案很差 所以大家說話要宜民 看一看 一看這帽子 這帽子有得利 你知道嗎 這個 美國政府說他們最好意味的地方是什麽 紐約 紐約 台灣人說是紐約區 美國人說紐約 紐約這個地方是什麽 像蘋果 是不是地圖像蘋果 不是 有人說不是地圖像蘋果 不然是什麽的 不是 他的最大就是 他要有一首歌 這首歌就很少的意思 1971年紐約觀光季會議中心的總裁查爾吉斯 開始利用大蘋果做紐約的象徵 所以在合作 在用這個大蘋果來代表這個紐約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看這張 這張 這張我在紐約買的 你要看紐約 這個帝國大廈上面 這有得很可愛 上面還有人在拍他來三百塊 但是買這張三塊的時候我很感慨 我在那個中央公園 他的地攤 地攤在那個白沙 我這張手套拿起來而已 哇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警察來怎麽樣呢 他都不怕去看 嘩 嘩 走就走 結果走不去 走不去 警察殺到怎麽樣去走 都把所有的手套 都手套扣起來 都扣在那個手套 都不能走 所以警察夠壞 所以我們說要去紐約大廈 想要來移民 好 台灣的地攤 不要留在哪裡 我告訴你 不簡單 我的朋友 來 看一下 這個 郭強森跟李永平 像我這個朋友 他用這個度來代表 紐約人的情慾 紐約就是在外國人 美國人 他們的情慾問題 他們的經濟問題 他們的文化問題 他們的地攤問題 他們是怎麽對待 我們台灣人是怎麽對待 比我講紐約的地攤很壞 去到那裡你就有時候 看到有人在那邊這樣 但是在外國人 一般我們台灣人去那裡 住在那裡 因為他還有另外的文化 所以這方面有很多 都可以給你 玩得很高興 在外國不要緊 反正我沒有住 我以後就要走了 我們台灣就不一樣 我們住在台北 在外國我們心裡會緊張 因為我們要永遠住下去 現在有人說 台北就不要了 所以我要移民 要移民 要移民我們也要了解說 人的國家 他們對這個基本 精足文化 世面的基本抬頭是怎麽 跟我們台灣人一起去 所以我今天特別邀到我兩位朋友 他們兩個都是留學的這個 美國這個紐約 一個是李永平 一個是郭強森 一個是郭強森 他們會怎麽說 我們靠近了 休閑一下馬上走 你走回來 跟我們走回答 來 請用蘋果 兩位從紐約回來的 要不要用個蘋果 我不是白雪公主 你吃了又會怎麽樣 吃了又 等白馬王子 好 來 我們這兩位就是從紐約 我們知道這個最近 這個 我先問你郭強森好了 這個 我們最近就是說 很多人因為台灣的自然不好 所以想移民 結果美國政府剛好 他們有一個調查報告說 紐約還是美國人 但是很多這種外國人 想要移民的第一個城市 你覺得紐約適合人居嗎 你去他們住了那麽久 這分兩種移民和人居 如果在那邊的話 他移民 吸引移民條件 因為他工作機會相當多 比任何其他城市都多 那可是對於居住來講的話 我覺得任何一個 你如果喜歡居住在一個 這種商業的 比較發達的 比較的城市 其實居住條件 都沒有什麽太大差別 所以並不見得會比台北 也要好 是嗎 但是 可是就是在紐約居住的話 有一些其他的條件 如果你 其他的資源 那所以就看個人的選擇 如果你是一個 喜歡冒險的 你不是那種喜歡 安分守己過日子的人的話 可能紐約很適合人居住 不過我知道這個紐約 其實是 有一種人是不適合去住的 叫攤販 真的 去那邊坐攤販很辛苦的 比如說來看這件 你看我這件 這件是我在紐約中央公園買的 整個的紐約市的那個 整個的圖在這上面 有沒有用 這個 在買這個衣服的時候 這個很好玩 我就看到那個警察 在抓那個攤販 哇 很兇 當場就把那個攤販一抓 你以後就從旁邊 給我撞起來 就鎖在那個公園的上面 我就真的是這樣子 像酸小狗一樣 這個紐約的警察很兇嗎 是啊 紐約警察非常兇 不過你剛才講到剛才那 就讓我想到紐約還有一種不適合人區 就是台灣去的留學生 我就知道一個故事 就是你們兩個是嗎 就是好未來 我知道一個故事 有一個台灣留學生 他就跑去念一個 在紐約相當有名的一個藝術學校 那個學校其實它是在 布魯克林的一個販毒區 那個行李就去房間 就一進去房間呢 就被搶 被那個東西都被搶光了 然後他就進到房間去 就哭了亂七八糟的 想說怎麼辦怎麼辦呢 去餐廳裡吃個飯呢 來解解仇奔 就一去餐廳裡吃飯 就遇到槍戰 下飛機的第一天 就遇到槍戰 後來實在受不了了 當天就哭著 行李收一收 又坐飛機回來 真的 這麼慘 不過那這樣說的話 如果你是喜歡偶像的話 那住在紐約 你可以站在街上 某個街角 看到今天湯姆庫魯斯在拍片 那個街角是 布魯克林在拍《Die Hard 3》 就真的可以看得到 對啊 就在我家下一條巷子 拍《Die Hard 3》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 強森講真的很有道理 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即使在紐約 覺得它其實比台灣 危險很多倍 真的 我以前住在 馬哈登那個 Village裡面的時候 我在那個晚上睡覺 旁邊都聽到強森 那你不要講那Columbia 根本就是哈林區的邊緣 是啊 所以 可是為什麼 你在那個地方 你沒有覺得像現在台灣 最近感到那麼嚴重的恐慌 就是因為 紐約就是一個很令人興奮的都市 就是說你等於是這種 暴亂啊 這種不安 下一分鐘有好的事情 他也忘掉上一分鐘 對 這種不安呢 其實它跟你 跟那種好玩的 你看到拍電影的 你看到大明星的 或者是你看到很好的秀 很新奇的東西 那種興奮感 是一致的 可以 而且是彌補嗎 所以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忍受的 不過我去紐約的時候 我真的也碰到這個 我看到在前面有兩個黑人 我長得像牛一樣 真的撞得像牛一樣 就從我這樣正面走過來的時候 我就趕快過去 那我跟你講 我那個時候去哈林區 做一個採訪 下午四點半 那我也不知好歹 因為我很少去哈林區 我不是唸Columbia 我唸NYU 所以對那個區域不熟 我就坐了那個地下體 就到了哈林區就下車 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是一個東方女孩子 有什麼奇怪 下午四點半走在路上 街角人家在販毒 然後那個黑人 五六個男的大男人 就像你說這種 他就 他就是這樣 故意嚇你 對 我都已經沒有辦法走人行道了 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我走來馬路上 他沒有什麼用意 他就是要嚇著你好玩的 不過這個 聽說到紐約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身上要換個五塊錢或十塊錢 每天準備給人家搶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從來沒有碰過這些事情 一定要這樣講 我跟你講所有人在講說 他紐約 插單槍 你沒被 所有人說他在紐約沒有被搶過的 馬上就完蛋了 下次去就被搶了 對對對 現在有的時候 像你講這種黑人來嚇你 或有些販毒的人 其實我們走過任何街角公園 很多人說 跟你要賣毒品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開始學會跟他 我跟他幽默一下 我會講說 我錢 I spend all my money on drinks 什麼什麼的 有時候喝酒花光了 喝酒都花光了 對 大家就跟他嘻哈一陣 也就過去了 不過我們就知道 紐約的地鐵 是全世界有名的 這個髒亂 然後犯罪的這個地方 你看這裡有一張漫畫 你看這個人 顯然是一個魔鬼 有沒有 這個魔鬼 他就這樣 這就是張以巴 張以巴的魔鬼 他們等地鐵有沒有等等 然後一直走 往下走 又往下走 又變成人 這漫畫有趣 這漫畫有趣 就是人類的 紐約人的一種幽默感 他們會自嘲 他們也知道他們地方 這樣子龍蛇雜蛇 他們自嘲 不過就是在紐約的 我們知道 剛剛這個治安不好以外 就是治安這個不好的 那你為什麼還會變成是 那麼多人想要去的地方呢 因為他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可以彌補治安不好 我覺得在台灣很不幸的 就是說他治安不好 別的東西也一樣 無聊跟敗怪 對 因為他有很不好的地方 那不好的地方可能 全世界的那種大多數都一樣 可是另外就是說 它有絕對是世界的最領先的東西 比如說它的 它的7th Avenue 是絕對是服裝界 第七大道 絕對是服裝設計 這個fashion的 對 時尚的領先的 那講到這個 那講到Broadway的話 那全世界只有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白老會 白老會 但你找到這個博物館的收藏 對 還有這個現代美術館 還有大多會博物館 世界最好的東西 對 更重要是說 我每一次 就是我即使回來台灣後 每一次去紐約 我其實都有一個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 就是說 你在紐約你會覺得 那麼的可以持續的保持興奮 就是它發生的事情呢 都不斷刺激你的想像力 跟各種可能性 譬如說它的報紙就是那麼好看 其實我去美國 我收穫最大就是看紐約時報 對 如果紐約時報拿起來 還可以往你頭上一砸就好 對 兩棒多重量 就是說它不只是重量 就是它給你的訊息 譬如說它的那個書單 它給你看到世界各地 就是你覺得你的心胸這麼開闊 你看到的是那麼奇特的一個世界 就因為在台灣 你覺得常快要窒息的 很鬱悶 然後什麼東西都很無趣 因為那個感受真的差太大 它不是摻水喔 它雖然這樣子這麼大的 每一篇文章都很用心做 那種會感動你 有專業會感動你 我覺得紐約 我去紐約訪問紐約時報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他們有一個漫畫家 The New York Times 他們上面的一個漫畫家 他們在跟我談這個 整個的紐約的這種過去 他自己非常喜愛紐約 但是他們已經長期住在那裡 我說紐約這麼危險 你怎麼敢住 他說這個 就是你講的 紐約真的是有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讓他們可以在裡面 來 看這張 好 對 這一張也蠻好玩的 你看 這個是紐約在開畫展 這裡有一個人 一比人白癡就對了 就好像有漢 流浪漢 對 很像我們這個台北 也不是我們在我們台北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很多這個候選人 到選舉的時候 在請人家吃飯 他給他吃 吃完了又不投給他 不過這個我們再講回來 就是我們知道在這個 紐約的生活裡面 除了他的這個多彩多姿 那麼我們台北的治安 像你回來以後 你覺得我們台北 真的是不能住的嗎 之前還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 紐約治亂亂還是台灣治亂亂 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知道在紐約 槍是合法的 我不能想像如果在台北 槍枝合法了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的局面 至少我覺得那有亂 可是多半的人 可能自制力還高一點 可能這就跟他的整個制度 教育有一點關係 因為那邊槍枝 你可以隨身帶 可是帶著你 他還對人有 我覺得在紐約是怎麼講呢 譬如說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那時候在紐約待過以後 會來台灣 我就也很不習慣 為什麼 因為在紐約我們是不敢去 去在晚上的時候 到一個開放的地方去領錢的 他也沒有任何開放的地方 就是你領錢 你一定要經過那種守衛刷卡 什麼進去領的錢 然後出來左顧右派 看到沒有人在跟蹤你 趕快衝出來這樣 譬如說那個車子 像我那時候好多朋友 從Boston開車去紐約 要找我們玩 他不知好歹行李放在車上 結果 人就下車了 40分鐘之後行李就走了 你知道你在紐約 你是不可以放任何東西的 你去買東西 你去吃飯 你一定要把東西 大包小包的都提的 不是 要放在這個跨間 放在這裡 然後你隨時可以夾著 隨時可以夾著 所以你說你從 很多日常生活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是比台北糟糕 當然是嘛 你說我去台北 我哪裡有一天 我連車門有時候沒鎖 都不覺得很壓力 那甚至不要講領錢 可是 為了看你開什麼車 你那個車大概也不是Bass 在台北你要是開Bass 馬上就幫你 對 可是我覺得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譬如說坐計程車 在紐約我坐計程車不會害怕 不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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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的車行管理 比我們好 他們車行管理比我們好 然後你在紐約 其實主要就是說 你需要有一種知識 你知道哪些路不可以去 可是你不可以去以外的路 你覺得很安全 你不會害怕說像 就是台灣現在的可怕 是有一點像定時炸彈 埋在那裡 你覺得不曉得哪裡真的不好 可是 隨時會爆炸 像地雷一樣 紐約是那種 你反正就知道那個地方已經爛透了 對 你就避開就算了 你一看就是個爛人 對 然後你既然愛去的話 你就要全副武裝對不對 就像我去哈林區的時候 一看到他來嚇我以後 我就開始全身汗毛直樹 隨時準備快跑對不對 對 像永平剛剛就講的 對 它這個管理制度 還是有東西來 所以亂不會亂到 真的變成無政府狀態那種感覺 對 也不會發生像我們這邊 突然冒出一個彭婉如的這樣子 一個殺手出來 對 不過我在紐約做計程車 我還是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對話 是用那種非洲圖語 是他們的非洲圖語 但是不能溝通 那個你是不用害怕他 他更怕你 他更怕你 你知道嗎 他更怕你 他們現在有新的規定 就是建設司機要上英文課 這樣子 所以很多這種新的 巴基斯坦的移民 也不會講英文 所以常常有這種糾紛 不過兩位到了紐約去 有很多照片 來我們來看看 你們到那邊去 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我有一天 在百老會附近 那後面都是百老會的戲劇的海報 你看我在那邊打扮就很不一樣 穿著黑色 黑的皮夾克 有一副這樣子很 很汗的樣子 好像紐約人喜歡穿黑色的是吧 對 黑色 黑色是他們的標準色 每個人都很喜歡穿黑色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酷嗎 大概是吧 我覺得那個地方就是 但是他們可能也有他們自己的 某一種的語言嘛 是 一種優越感可能也有 不過這個永平這裡有一個紫色的是吧 紫色的這個畢業證書 對 紫色 紫色好像是他們那邊的這個 弱勢團體的顏色 是不是這樣 紫色它的 紫色 淡紫色是被選為 作為同性戀日 在帝國大廈那一天 它燈光打成這個淡紫色 對 作為這個對同志運動的肯定 那我五月四號的時候去遊行的時候 不是用紫色的嗎 也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它是一個弱勢團體的代表 對 基本上我想它是取一個國際性的意義啦 不過我覺得這跟我們學校穿紫色的衣服 我們兩個都是 NYU 別的 對 NYU 是標準色的 它為什麼選紫色 我覺得一定要說它很關心弱勢團體 我看也會畢 對 可是我記得就是 你記得找希臘的找神話或怎麼樣 紫色是一個貴族的顏色嗎 也有可能 對 那個 Agamemnon 就是 對 對 那怎麼又跟弱勢團體有關係呢 不過這個等一下 那是後來的變化 那是我覺得紫色是變成大概 同志是覺得他們喜歡一種 他們總以自己比較文化 比較 你知道 好 這個說到重點 就是說在紐約我們有看到很多這種 同性戀者 同志 他有這個被虐待的 或是虐待別人的 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等一下來談 來 兩位來看我這張漫畫 這個是 這是紐約人典型生活 愛思寂寞人 這個愛思寂寞人的房子有沒有 然後繞一圈 其實跟很多台北人生活一樣 我們每天好像台北很大 其實每個人大概 每天做同樣的路線 入境路線 然後一天就過了 我想會 你在一個衝擊性很強的都市裡面呢 其實人是沒有那種能力 其實你再狂野 再喜歡冒險 你都沒有那種能力 真的嗎 對 每天到處跑 那你沒有碰到一個地方讓你這樣子 不可自拔 不過我們剛剛這個自安的問題還沒談完 你這個身為民進黨的這個婦女部主任 沒有來幫婦女這樣講 好沉重 好沉重 我想是這樣子 我覺得當然白曉雲事件 大家心裡都很難過 我們也拼命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我覺得是說 我們以紐約的例子來講 其實並不是那麼沒有舊的 你知道紐約本來自安也非常壞 後來換一個新的市長以後 他就用了一個很濃乾的 用重點 亂施用重點 我跟你說 他的關鍵 他的關鍵不只是重點 那個人很聰明是什麼 他就是科技化 他怎麼樣科技化 他把每個分局都弄一個電腦 地圖 然後他就去弄那種真的衛星真房車 然後他就把所有的犯罪資料都收進去 那他有一個哲學的 我覺得台灣一定要學 就是你小案一定要抓 因為以前 紐約是不抓小案的 譬如說你什麼 在那個什麼地下帖裡面 跟人家搶劫 這種案他不抓 可是他後來他的哲學說 小案一定要抓 你大案的人就會落亡 結果後來果然是 就是被他這樣一方法下去 然後一直用電腦的方法辦案 然後一直用科學的數據 馬上在很短的時間內 你整個犯罪率就降下來 像我們這裡還會吃案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絕對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實另外一件事情 我也想想講到 講到失蹤 就是那裡有個佛頓大學 在二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失蹤了 他只是跟同學去酒吧喝酒 然後就走出去 就沒有回來 你說那地方對治安不好很冷酷 可是在同一方面 他們發起了一個很大的搜索 這個學生的行動 非常感人 達到千人 你知道 你就到處可以看到在發傳單的人找 可是很不幸的 後來這個男孩子屍體還是被找到了 不過就是他們 也有他們的一種 他們非常的熱忱 對 我覺得美國人基本上 他們那個公民概念比較強 公民概念 他比較認為說 一個人失蹤了一定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他不會覺得說 失蹤了很難過 怎麼大家在家裡 他一定不會先想說 對 他一定是怎麼做的壞事 怎麼搞不好什麼 你知道台灣我覺得像白小燕這事情 像當然那個大遊行 504大遊行來 很多人我們當然是很感動 可是事實上你說 在當時候 我們就沒有看到我們的社區會組隊 組弄搜索 對 在美國絕對是他們馬上社區就發動搜索 對 其實在紐約這樣子 對 然後拿著燈拿著火把 晚上就去了 都自發性的 也不用警察 也不用市長 也不用誰來請你 我們這裡的警察 即使是科學辦案 他有他們的方式 我們的所謂的科學辦案 大概就是 拿電線來給你電 不過他們也是對於每一個區域 就是他們 其實紐約這種 就像你講這些外地來的移民 很支持很亂 他們到處流竄 可是他們其實很重點的 就是有些地方他們是絕對守住 你可以看到 最近這個地方 你感覺到好像 有些不良分子在出沒 可是他們就 你再去看你就知道 他們就會有守住那一區 他們基本上才隔離主義 另外像是 社區主義做得非常好 我現在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它42街 我們講42街是紐約那條黑街 對不對 已經很糟糕了 可是 時代廣場那條 對 可是很感人的是 華德迪斯奈花了很多錢 他把那條街買下來 買下了好多劇院 他把它變成一個家庭的劇場區 現在那些事情 通通沒有了42街 所以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如果想要去買春的話 其實Johnson這個構想 我真的覺得 我們台灣企業界要學 因為台灣老覺得說 這種東西只有政府能做 可是你知道一個情況 你一個大企業 真的是可以做啊 我就花錢下去 我就說這個街 一方面打我企業形象 二方面 它也真的把它弄好 它也真的有收益 也有了 我們在華西街有人這麼做 就是它慢慢 可是它再國際化一點 像它馬上 他們的下一齣 華德迪斯奈也是開始做音樂劇 第一齣是美女與野獸 下一齣就是大衛王 然後在他的42街 新買的劇場出來 這個好好玩 其實有了劇場 就會吸引比較好的人 到了那一區 但是小小就會自動 就走掉了 你這樣講就好想再去42街 我以前好討厭 現在完全變掉了 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兩位已經到了紐約了 講一講已經 已經飛到紐約去了 是啊 飛到紐約去 不過我們知道 紐約的情欲的問題 我們以前在台灣聽人家講 講到非常有趣 像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許又生 他們這個 後來到台灣來 就是同性戀 他們就結婚了 但是結婚在台灣 也引起很大的這個 話題 不過郭教誠今天帶來的這個圖 我先來看一下 你這張圖是在講 這是一幅描寫男性情欲的 因為好像現在情欲變成女性 或女權主義的特選 好像男人只有暴力跟這種性衝動 而沒有我們的情欲這樣 那這個是在紐約的時候畫的 因為在紐約那地方 你很想 因為我一直有在畫畫 可是在紐約的話 你更想畫畫 因為走到哪裡都是色彩啊 人啊 各種的造型啊 尤其我看到不同的人種 我覺得最感動 我覺得每個人 每個以前的 不曉得這樣 各種不同的地方的人 一起來在這個地方看 那這個畫 紅色為基調 就很感覺 就像你在紐約 隨時處在一種非常沸騰 非常熱烈 亢奮的狀態 對 那這是一個男人 那這裡有一道門 好像是門 又不像是門 只是用一條線畫出來 可是經過這個門 那馬在西方的神話裡頭 它是象徵情慾的 對 獨角的那一隻是吧 對 獨角獸 獨角獸 對馬是一種非常男性 非常雄性 非常有四季 就你看你在紐約的時候 就有很多很好玩的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就是時代廣場 《Time Square》 歌劇魅影 跟那個 它三出 它三出都是韋伯的 它現在有韋伯的音樂劇嗎 對 它一起做 就選擇了 那這個也是 Cat 這個也是 來 我們看看我們的這個 永平 也到了這個紐約的時候 這個是什麼 舒活區是吧 對 這是舒活區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商店 一個 一個店的外觀 我想會拿這個照片來 這個是我媽媽 愛國母 先被媽媽拿出來 宣傳一下 來 這個永平的媽媽有沒有看見 我媽一定會看這節目的 特別要拿出來給她看 就是其實我覺得 你不腳踏以為那個是媽媽 對 你不要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紐約最好玩的就是說 我覺得她說她藝術之都 真的一點都不為過 因為她就是 不是媽媽可以帶去玩的嗎 不是 就是她真的在任何的路上走 你真的就賞心悅目 是 真的就賞心悅目 然後她一點點走一個路的轉角就驚喜 所以她雖然事實在那麼不好 事實上她有很多有活力的地方 那樣也會吸引你去 我們台北有一個不好的現象 就是我們有活力的地方 就是說片段的 不連續的 而且都屬於青少年 紐約的地方其實屬於比較成熟的人 有一種樂趣 對 你看 像台灣一直在流行東西 全部都不是我們這種年紀的 我們這種年紀只能說 她流行了 然後覺得好像跟不上 覺得很羞愧 譬如說什麼 電子機 演講的小機 對 就是說其實台灣的一再一再的流行 都是一直對我們 其實你說我們三十幾歲 也不是老 也不是老 可是我們在這邊好像沒有發言權 譬如說那個什麼 范曉軒健康各位 是必須去KTV 然後人家就說 你都沒有去KTV嗎 你這個怎麼樣 你好訓啊 對啊 什麼 就是你覺得你一直被 被一群你不了解的事情拖著跑 可是好 你花很多力氣去了解以後 你會不會喜歡 很空虛嘛 對 可是紐約不是 紐約是尊重我們這種人的 紐約的樂趣都是 比如說博物館 劇院 或者是好的餐館 那絕對不是年輕人 可以在你喧嘩 或帶著小孩去的 都是 其實是為我們這種年齡準備 紐約是非常不是青少年齡化 所以說到劇院裡 你不是對這個 你不是最喜歡那個什麼 外外百老會 什麼 地下活 對啊 因為我以前在台灣 是做實驗前衛劇場的 那當然在這個 在我去紐約以後 我還是不喜歡那個音樂劇 我還是會比較常見 你不是說你美學觀已經在改變了 不過音樂劇有困難 我看貓還是會睡覺 好 那個很難看 你沒有看到對的 那個很難看 好 那就拜託下次給我再倒個 好 沒有問題 不過我覺得跟剛才講 情欲的這個事情 我真的是有一些感觸 我覺得在紐約 你看到很多東西 不演示 不造作 然後呢 譬如說在台灣 我們可能會叫做大膽 或怎麼樣 可是在那裡不是 就是說你看到那種分放 你就覺得說 對 你可能對我們這種東方人來講 的經驗會有一點吃驚 可是你就會很能夠感受到那種力量 它是真的 不是只是說噱頭而已 對 譬如說我去看一個戲 它是一個就是有HIV positive 就是有艾滋病代言者的一個年輕的 捷克藝的一個導演 二十幾歲 他大概已經知道他有代言 所以他也知道他活不久了 因為可能艾滋病已經在發展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戲 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強烈 可是很絕望的一種戲 整個裡面十幾二十個人 男男女女全部是裸體 它叫做法律的殘存 這個戲的名字 然後每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鬥爭殺絕望 然後他就用很多 美國那個時候 譬如說那陣子剛好流行 那個肢解屍體 他就有一場景 整個都是那種肢解屍體的那種景象 然後搭在烈火中間 然後他又開始就做 美國很紅的那種脫口秀的主持人 就開始訪問現場觀眾 然後你被關在一個很密閉的那容器 你覺得整個要爆炸了 因為他完全不體會觀眾的感受 就一直用很吵的音樂 吵的音樂這樣子一直弄 那我本來在想說 天啊 我來看這樣的一個戲 以前我們做那種實驗劇場 覺得搞得很強烈了 像那個田啟源的戲 我在那邊噁 噁心巴拉的吃香蕉 弄臉什麼弄得大家都想吐 我覺得那個還不如 完全比不上這種 整個是整個把你的感官逼到極限 不過說起來 他那邊就是說 他有很多這種各種各式 不一樣的這種實驗劇 在我們台灣 這個好像是事實 現實發生的 而且我想講的是說 有一個不同就是 他的實驗劇 他的這個外外擺老會 並不是說跟主流是完全對立的 像我剛才講到那個 有一張照片裡頭有 Rent 有沒有 站在他的海報下面 Rent這個戲呢 現在大概是紐約現在 最難買到票的musical 他本來也是一個外擺老會 外外擺老會的一個東西 可是就是他的東西 講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現在成... 結果登上了擺老會 那我也講到你 剛剛的劇讓我想到 他這個寫作的創作者 他很年輕 可是他也是HIV代言者 他沒有錢 他做餐廳服務生 做了五年自己存錢 然後自己想辦法把這個戲做出來 然後做出來之後 本來是在很小的劇場演出 可是彩排完當天晚上他就死了 他就是心臟病發去世了 可是這個戲呢 卻是一隻眼一隻眼 受到很大的... 不過在我們台灣這個 像許宥生他們這個同性戀的結婚呢 讓這個很多人有受到很大的刺激 不過我們所知道是 在美國是有很多這種 提供給同性戀者的這種pop是不是 或是那種被虐待 或是甚至有人穿得好好地進去 就我看你不錯 然後你看我也不錯 然後我虐待你你虐待我 然後當場一邊人就在旁邊看身上 你去過嗎 你下次帶我去好嗎 下次我帶你去 我去過你知不知道 我去過 我那家叫什麼 如果你那家你慢慢想吧 我們先休息 再想出來好了 這個永平的媽媽有沒有看到啊 沒有... 今天帶的都是跟她一起的 對... 她故意的 這照片她拿給我的 對... 好啦 我們的... 這個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是... 紐約真的是一個多彩多姿的一個城市 不過... 我們先講回來 剛剛我們在講那個同性戀的那種pop 你不是去過嗎 是哪一家呢 對啊 我去那一家名字忘記了 不過它就是屬於... 像是你知道 它就是屬於那種 你一定要知道的人才帶你去的 然後就是那種在小巷子裡 外面看不出來 外面看不出來 然後很多人每次在排隊 不知道在幹嘛的那個 常常都是同性戀或你說什麼心戀帶那種 結果我們那次去是很好玩 因為我念新聞系 我們去採訪一個故事 採訪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紐約的人 大家很多同性戀的缺子 他已經不願意 就是進行安全的信了 他要故意讓自己得艾滋病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已經長久來 一直說要安全的信 安全的信 心理壓力太大 然後看著周圍的人 因為大家也是醫學 一直沒有突破那一陣子的治療方式 對... 然後周圍的人愛人一直一直死 然後死了 死掉了活的人 心裡覺得很罪惡感 然後覺得說那我的愛人也死了 我不如也死吧 就是他們就是有一種那個文化 可是政府不能容許 政府說你要開這種酒吧的話 你既然要讓他們在裡面 進行性行為 你就必須注意它是安全的信 所以他們就去僱用一種人 叫做monitor 就是叫做監視人員 我們叫益中媽媽 對 應該講益中媽媽 他就是專門在裡面的工作 射監 對 他就是去觀察人 有沒有進行安全的信 那怎麼觀察 我們就去採訪他 所以我就覺得很離譜 然後我們就進去裡面 烏七媽黑的你知道嗎 都打紅色的光 然後一個很漂亮的男人 在那邊跳燕舞 你知道嗎 然後那是外面的 然後他整個櫃台上面 全部都放那個 長得像糖果一樣的保險套 你知道這個很好玩 然後後來你就到了 一個很黑暗的地方 這是烏七媽黑 然後就是很多人在裡面 然後最好玩的一點 大家都沒有 都不曉得 好興奮 真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唯一的女的嘛 你知道他們那個同性戀 那個Pub裡面 讓你進行性交的地方 是沒有床的 對 然後他 對 他就是一個這樣空房間 然後地板是很粗糙的地板 然後什麼都沒有喔 只有掛幾個那種 裝飾的布跟一個暖氣 是 那你媽去的時候 有沒有不能去看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問那個監視人員 我們說請問你要怎麼樣執行你的工作呢 他說沒有 他就只有跟在旁邊 不斷對他們宣傳說 安全能性 安全能性 不過你知道 他現在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台灣有很多東西是 從這個美國來一直過來 但是我們好像是 沒有抓到他的精髓 是不是這樣 對 常常有時候我們覺得好 覺得是不是那只是變成一個時髦 他們那個口號出來的時候 其實背後經過了很多的思考跟運動 跟有他的一個時代 一個社會性在後面 那像剛剛像這些事情 像比如說 就拿其中 我們講普通消費性的事情來講 大家現在看著 好像 看好60年代的衣服 又流行回來了 大肩領啊 穿那些塑膠的衣服 可是在這邊好像一般的年輕人 就覺得那只是 只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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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櫥窗裡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是美國 現在整個不光光是服裝上 它在電影上也好 它在書的出版 很多地方政治上也好 都在有點在回顧60 重新在檢討 是不是我們迷失了什麼東西 我們喪失了什麼東西 怎麼樣他們常常會在 用現代的眼光去彌補 或者重新詮釋原來的制度 簡而言之 紐約文化主體性很夠 它每一個東西的發展 背後一定有很多的論述 跟架構著它 不像台灣突然 蹦一個東西出來了 然後兩三天就沒有 你連追逐它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事情 都來不及 說到這裡的 郭江森 你這段畫的畫的是什麼 這段畫我想表達的一種感覺 就是在大隱隱於世 其實雖然外面是個都市的感覺 可是有的時候 其實在紐約你也可以有一種 自己的時刻 很private 很比較隱密的感覺 安靜 安靜 對 自己一個人 對 不過在紐約的 你剛剛在 剛剛你們兩位一直在談的時候 紐約其實它有它文化的主題性 那台灣是勸缺的是 真的是很勸缺的 讓我們看到 要跟著跑 對 這是我看到 我看到你在寫這個 這個 《紐約沒有情人》這本書的時候 我看到裡面一個很感動的故事 有講到這個 高二的這個學生 自殺的事情 你自己對這個有些看法是怎麼樣 因為有一年就是 那年回台灣 正好就是碰到兩位高二的女學生 他們自殺 然後整個我發現 他們不只留下一個遺書 就是說這個世界不適合我們 我非常感慨 我說一個高二的小女孩 她們怎麼會變得這麼絕望 覺得這個世界 對 怎麼會讓她 沒有辦法看到說人生的希望 像我就想想想就是 我自己 在國內去玩教育 然後出國留學 或怎麼樣 我覺得我自己的世界是一直在 一直在擴展的 然後我發現 到了國外之後我也看到 原來本來在台灣 不可能的事情 並不表示 對 永遠不可能 對 並不表示人類做不到 到國外看到很多現象 很多他們 人類在做努力 讓我有一種希望 那我覺得這兩個高二女生 可能就是 在她現在目前 我們這個環境 教育體制等等 讓她們真的覺得好像 就是這樣子了 覺得人生沒有什麼 可以再去效法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的殘忍 而且我覺得那個時候 大家很避而不談的就是說 好像也跟這個小女孩 她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或什麼 很多事情避而不談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 有什麼好去掩蠻的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這個問題 更適合女性主義來討論 我覺得女性主義 並不只是說 男性肢體暴力 打老婆什麼 我想一個小女孩的 女性 一個女學生 青春期 她對於自己身為一個女孩子 在這樣子一個文化裡的定位 恐懼 她自己的性 她自己的愛 為什麼這個問題 反而沒有人去討論 大家只是想說 他看了什麼哲學的書 說哲學的書 讓她看了變得 很灰色 這這個是父女部的 對 經後努力 教妳 請各位多編測 其實我覺得 真正的問題 確實在 我覺得台灣討論的空間 很有限 那妳有時候講出 一個跟一般人 不一樣的話 妳本來很會受到打壓 跟抹黑 這個是在紐約 我覺得在紐約 最自由的就是這樣子 妳覺得沒有任何的言論 可以覺得說 都真是金氏駭俗道 沒有嘛 就所有東西都是發展 就是你正在那社會 你才真是知道什麼叫多元 當然我覺得台灣在進步 如果說電子媒體沒有開放 沒有漁夫這種節目的話 恐怕 我們也不能在這裡講這些話 就是啊 共建美亞大 你可以再重複一次 但基本上我覺得 台灣真的才剛剛開始起步 很多的那種多元性 還是沒有建立 不然你說像Howard Stern那種 那麼怪的人 說到這個人 這個人是 最近要進台灣來的一部電影 裡面的他自己這個叫做什麼 紐約鳥王 這台灣的翻譯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他本來叫紐約鳥王 那他到底叫什麼 原來那邊叫Private Part 那Private Part 等於是說 它等於是 私處是不是 私處 可以說私處 也就是說 他自己的一些不為人道的 他也在奮鬥過程 他就故意用那個雙關語言 雙關語言 不過他就有這種人 在紐約像 在台灣也有像李明柔 在學習這種非常DJ 就像我們剛剛講 這就是學習一種Style而已 而他背後的價值 他實際的價值跟策略之間的距離 那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人 在紐約呢 他做了一些很金氏駭俗的事情 可是大家要知道 他這個人其實是個 極保守派 極右派的人 他是一個廣播的 他是一個廣播節目 就是說 他意識形態上是很保守右派的 可是他做的事情 又是金氏駭俗到 你覺得真的是很誇張 你可以舉個例子 因為他的節目時間 都是上午嘛 就是很多時候 早上起來就把他人打開 然後穿戴啊 然後出門 在車上一邊開車 往馬哈頓的路上去聽上班 大白天喔 大白天喔 都大白天 那他很誇張就是 就是在前兩年有一個 有件事情就是說 他也是call in的節目 那早上上班時間 有個人打電話來說 他覺得他不要活了 他現在站在布魯克林大小 他就往下跳 那在節目上呢 那哈勒斯頓就是一直想辦法 把他留在線上 說你不要跳 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 同時他就呼籲說 我的聽眾朋友們 如果你們現在有人 正在開車 往那個布魯克林的路上 看到一個穿黑衣服 拿著大哥大的男子 請你幫我把他抓住 我沒有辦法去救他 你們一定要幫我抓住他 結果一時那裡 布魯克林大小大塞車 因為哈勒斯頓聽的人 實在太多了 每個人都開了車 要去看著 往那橋上干 故意來測試他自己 到底有多少天 所以說後來 大家可能懷疑說 是做假的 是他自己做假的 對 他自己也 甚至也有時候 就是把這個女孩子請來 然後就跟他當場做 妓女啊 妓女啊 然後還當場廣播出去 是啊 是大白天啊 對啊 這很誇張 不過就是牽著一個問題 還有他在裸體 在書店裡出現 對 那時候他出了一本書 他要去給他簽名 他叫全裸 全裸在書店裡 第二本書 他也扮成女裝 所以那個 那你們剛剛 不是也講說 這個紐約是一個 很有文化主體的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奇怪的人 他同樣可以在紐約 這樣受到這麼大的一個震撼呢 可是大家很清楚 他的定位其實就是中間偏下階層 所以說他也 他也從來不覺得說 我要把什麼人拉下嘛 他也知道 我走的就是這個路線 我也你知道他也 他自己並不會 我想所謂那種震撼是說 大家只是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可是你不會在紐約看到說 因為Horl Stone這種奇怪行徑 說有一大堆血 或者是有一大堆學者 跳出來口誅筆發 說這個缺乏心靈改革啊 這個敗壞 我們社會 在紐約絕不可能的 沒有嘛 沒有人care嘛 大家就說 有Horl Stone又搞怪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見怪不怪 對 就是說我覺得在紐約 有一種自由就是說 當然你要向大家的判斷力嘛 對不對 一般人判斷力哪裡有那麼差呢 你需要告訴我說 他在帶快封鎖 就是說紐約的像 像台灣有時下有很多這種 作家開始以這個言情小說啦 出現啦 那紐約是不是一個 很情侶恨流的地方呢 我們台灣學習到 只有是表面還是 沒有 我想這個東西 並沒有說像大家想像說 大家真的是那樣 好像很淫亂這樣子 這樣人欲恨流 可是一樣在大都市裡頭 那種孤獨是一定有的 但是我是注意到說 他們因為跟台灣不同的一點 可能是他們比較直接啦 這些事情 不會有那種負擔 有某一種負擔 有的時候一男一女 他們很清楚這天晚上 是彼此的需要 然後可能結束的問題上就 沒有像我們這樣 好清清澈澈不清楚 而且他比較不壓抑 我覺得台灣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因為很壓抑 所以你才會看到 崩一下所有的節目 每一台通通都在做色情節目 都在都在 本台沒有 對不起 就是很多台 對不起 很多台都在彈性 都在做色情的節目 都在播A片什麼的 這種也是很奇怪的現象 可是另外一方面 整個社會價值觀 人與人之間遊戲規則 或者是你男女的交往方式 又還是很壓抑的 就是明明想要幹嘛 都不講出來的 就是在藝營 對 可是紐約也不會啊 對不對 紐約你就是 你如果真的很想要有信 你就會知道你去哪個地方 然後在那邊的人 大家都很清楚 在這裡認識的人就是 那也不是交易的 它有一套 整個社會運作的邏輯 不過你這個讓我想起 這個以前到紐約的時候 不是有 我們吃那個中國餐有沒有 吃完不是有一塊 那種餅乾給你 那個餅乾 裡面有一張紙條對不對 對 每個人在最後 就會給他弄一個叫做什麼 In the bed 是吧 對 這是一個蠻好玩的遊戲 你試試看 然後你打開之後 就像燕姐說 比如說講一些什麼 孔老夫子說 獅筆受有福 那你就說 加加一個 In the bed 在床上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對 對 求人不如求舉 在床上 在講什麼呢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以後等一下 我們來坐在吧檯 一起來談 2200一副社區電台 來 這個唱紐約的歌會不會唱 紐約的 怎麼唱 來啦 來啦 重來啦 不是這樣 來 來 來 怎麼樣 歌死都不會啊 沒關係 用哼的就好了 uni 這兩國真是 真的是流血紐約的還是假的 我們簽我都一直走在台北 他還直接看 expectation 我就不是怕現在 foram揚演一首吧 來 先唱 我再給你喝飲料 來 這個好浪漫 我想請一首歌 它說 當你落在紐約跟月亮中間 最適合做的事就是戀愛 When you get down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The best you can do is fall in love 好 來 有嗎 有在紐約發生過戀情嗎 來 這個是你 這是你帶回來的嗎 對 這是我訂了一些雜誌 這是紐約雜誌 週刊 資料非常好 因為它每一期除了一些 紐約的一些人物特寫 專訪 事件 還有很詳盡的所有的電影 影評 劇評 音樂會 書評 餐廳的評鑑 什麼什麼什麼 通通列得清清楚楚 而且紐約的雜誌特別便宜 它很便宜很便宜 它訂一整年 好像台幣才幾百塊錢而已 一整年才二十幾塊而已 對啊 五六百塊而已 是啊 紐約人其實它有很多 他們的家庭裡面要看雜誌 有很多人在可視 你喜歡選擇哪一種就選擇哪一種 主要他們發行量大都是靠廣告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 說到這個我就想到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的這個前任的這個 紐約時報的種族比是貴黨 陳文獻的前任男友 親家 對 用一個字 是不是這個 以前是種族比聽說是 陳文獻的前任男友 其實在紐約的時候大家都戲稱說 他是台灣的傳導方子 應該繼續 應該繼續去跟美國這種有影響力的人交往 因為他跟陳文獻開始交往的時候 他馬上就送台灣兩個很大的禮物 就是寫兩篇對台灣非常友善的社論 對啊 你也是在紐約嗎 那社會界的內力 對啊 你為什麼沒有為台灣犧牲呢 我看有沒有材料 那時候我就一直拿出錢 我說你為什麼參加上流的社會的聚會 派對都沒有帶我去 也去認得一個什麼ABC的製作者對不對 不過他那時候我 你帶我去吧 我可以去演呼 不過那時候我聽過陳文獻講 其實就是說 他有用這種 他說因為跟他們常常在聊 所以讓他們更了解台灣 對 不然以前對台灣一些印象都是 其實我在國外就有個自覺說 其實你所表現的你的形象 其實會影響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影響 人家對你這個國家的形象 所以隨時都要都在做 不過說實話跟美國人交往很累啊 你想想看連吵架都要講英文多煩啊 對不對 沒有比做愛的時候要講英文更煩的啦 喬喬話都忘了 忘記了這樣講了 他就說你聽不到 你要說什麼聽不 而且我們畫過一個漫畫 就是說在國外嘛 看到這個 有一個人就聽見草叢裡面的 喊出一個聲音叫 這樣 然後衝進去 然後衝進去就要救那個 結果人家說 我們正在做那個事情 我怎麼知道外國人都是喊 不要再說回來 不過我們有很多台灣人在這個紐約 那麼也奮鬥過很久是吧 像李安是這樣子一個例子嗎 是啊 那個他其實在家裡 當年六七年都沒有電影拍 所以我剛到紐約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他還在凹 那時候還連那個推手什麼都還沒有推出 然後他那個劇本也沒有 所以紐約就是一個有時候充滿傳奇的那種地方 然後在一年就差那一年 他一下一步就登上了國際的這個導演的這樣的地位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紐約基本上就是 其實大家在那裡其實都是在打拼 都是有一點在追求一個夢想的地方 大家都很努力 不過李安太太功勞很大 她那幾年都她太太非常辛苦的在支持她 是幫人家洗盤子 有她說不是這樣 我也不了解 不過我們之後就是有很多 除了李安以外還有謝禮法是吧 謝禮法也有 沒有台灣很著名的畫家 而且那個寫美術史的 是 不過在那裡是不是 在那裡禁錮會出名嗎 還是怎麼樣呢 就這樣說好了 就是說出名的成功的絕對是好的 當然很多好的沒有機會出頭 那像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 就雪兒演的那個電影叫《發暈》 那個編劇就是我的編劇班上同班同學 他這一部戲就是這樣子 現在是寫美衛的旗下了 不過基本上競爭太強了啦 我覺得那種壓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 競爭太強了 你說在我們在台灣 還說常常就混來混去 都是因為你反正同學拉什麼大照 照照照照照 在紐約沒這回事 對 真憑 就是完全憑你的這個實力 對 真槍實在 非常的辛苦 不過我知道這個 郭鏘先生你在紐約的時候 你曾經有看過一隻鴿子 你寫的文章裡面還講過一隻鴿子 被這個鳥爪被切掉 那一次是這樣 我那次在林肯中心 等看表演 我在外面做的天氣很好 可是有一隻鴿子 我忽然發現真好玩 它鴿子的前面的三轉 那鴿子其實是什麼 是四爪五爪 後面有一個小爪 前面三四 前面就被人家像刀片一樣 整整齊齊全部都切掉了 怎麼會這樣子做呢 而且是什麼 虐待狂在做這種事情 所以那個小鳥就沒有辦法 停在樹上 它永遠沒有辦法飛 沒有辦法上樹 它只能在地上 兩根棍子一樣 這樣走來走去 它還活著 對啊 然後 所以我現在要理解 紐約人對這個生命的基本態度 他們會不會很尊重 或者有像這些人 喪心病狂 那時候我覺得哪裡也都有 是 那我覺得 知識就是你做不做得到 可是你就是 教育上你還是要去 讓人家相信這件事情的價值 很重要這樣子 那你在紐約也學到 對生命的基本尊重嗎 這些 就像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以它的這個整個 一個多種族 多元文化的社會 你必須要學著其尊重 然後 在這樣的環境下相處 你才能夠 感覺到自己的一種進步 如果 要不然的話你在那邊 你會覺得自己 慢慢就會自己 越來越封閉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 面對各種的這樣子的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 跟人家相處 但你會變成自閉 自閉之後就會變成這種 下一步可能 就變成這種 喪心病狂 覺得大家都對不起它 我覺得很可怕 其實台灣現在也是 就是任何走向開放的一個城市 進步的城市 大家一定那個胸襟 那個量 如果你不用培養的話 其實如果那個沒有辦法 其實那也要靠教育 靠整個家庭去 去大家能夠這樣和諧相處 否則的話 另外一個作用就是 越開放的城市 越多人變得 無法適應不良 就變成殺人犯 對 因為很開放 同時你付出一個代價 就是你覺得失落感很重 因為你在一個價值 比較單元的地方 你比較有東西可以靠 你不用每一步 都要自己選擇 自己判斷 那有時候很累的 但是相對來講 你的好處就是你非常高興 你覺得很有可能性 然後你可能活得身材一步 任何事情我想都有正反兩面 對 你有這個都一定要付出另外代價的 不是不勞而獲 沒錯 那你在那裡學到的這種 剛剛講的這種多種族文化的相互尊重 你在那裡學到的 有這方面的這樣的一個想法嗎 對 我想我在台灣的時候 當然因為台灣我們就是 一個黃種人社會 沒有辦法理解那種 因為膚色不一樣造成的差異 我想我去美國 去到紐約 對我震撼力最強的就是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想從在紐約的經驗 讓我比較可以理解到台灣的很多族群的問題 我覺得我學會包容 真的 對 舉個實例是怎麼樣 我舉一個我很喜歡講的例子 我在紐約念的是電視新聞 結果我們做畢業製作的時候 因為我是台灣去的 我的英文不是我的母語 所以我們老師不讓我用英文配音 他叫我的同學來配音 那我很多同學就很氣 因為認為我們老師政治上很不正確 就是說 因為紐約現在多元文化 怎麼可以因為他黃皮膚 或者是不是母語就不讓他講 怎麼認為他做得很錯什麼什麼的 那我想這顯示出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那邊的學生的意識很高強 二方面呢 我當時是我不在乎 因為我沒有要留在紐約嘛 我不在乎 可是我突然回來台灣我就能理解到 為什麼台灣就是說 如果母語不是國語 不是外省人家庭 他從小是講台語長大出身 他會對於這個語言政策這麼的壓力大 因為語言就限制了你的很多機會嘛 那在紐約你就看到活生生的例子 一個人因為他的語言 因為他的膚色 因為他怎麼樣 他的所有的不平等 所有的壓迫 你剛才講那紐約警察很兇 那紐約警察離譜到什麼程度 你只要是一個黑人 你即使西裝鼻挺的好好在開車 他都會把你弄下來 然後把你手貼在牆上檢查你們的販毒 連教授也不放過 他不在乎的 他不管你的 種族問題真的在那邊很嚴重 不過教授你在美國也教過中文 對 換我的獎學金 所以也要付出一點代價 對 在那邊東亞系 對 教授 不過他們你在那邊教的時候 還做過家教嗎 他們一般對東方人的想法是怎麼樣 那滿好玩的 我想這幾年尤其他們 整個中國這麼大的市場來等著他們 他們都很想進去嘛 然後我覺得其實亞裔的聲音 華裔的聲音在美國也慢慢出來 那像是我們知道 像那個喜福慧啦 像是李安啦 都是算是華人世界裡頭 在紐約 所以它可以容忍不同的文化出現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我想想要就是 大家以為好像把小孩送出去 好像就是沒有課業的壓力什麼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 要做人中容縫 哪裡都有壓力 除非你就要做那個牛后這樣 其實我在紐約我就做了一對雙胞胎姐妹 十六歲就被送到紐約去的家教嘛 我看的意思就很心酸 十六歲兩個女孩子自己要煮飯 自己要生活 然後自己要備受 整個文化不一樣的壓力 然後紐約的那種年輕女孩子那種 交男朋友壓力很大嘛 年紀那麼輕 然後被丟在那個異國的環境 非常壓力大的 所以我覺得父母很殘忍 真的 不過還住在自己這裡 像你剛剛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治安不好的話 我們會覺得恐慌是因為我們要住下去 如果我們不是要住下去 我們要走的話 我們就無所謂 就把他當笑話講 你看 好 謝謝兩位 不過請你們給我們留個這個名片 今天非常高興跟你們談這個 紐約的事情 等一下幫我們 謝謝 你要簽名是吧 沒問題 沒問題 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